孤独的小王子遇见了狐狸 他想和他一起玩耍 狐狸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因为他还没有被训养 我也在森林中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狐狸 他正专心觅食没有发现我的动静 我慢慢放下自行车 想要伸手去抚摸他 他却警惕地跑开了 这时我在心中暗下决心要训养那只狐狸 从此我每天都到森林中寻找他 可他就是躲在灌木丛中不肯露面 就这样一直找到秋天 我的狐狸都没有出现 这片森林在我眼中变得神秘 藏着那只狐狸 冬天时雪地上开始出现各种动物的脚印 当然也包括它 我跟着脚印一路寻找 却突然发现远方出现了几只野狼 我仓皇跑走却不慎跌断了脚 于是我整个冬天不得不困在家里 只能在心底祈祷 小狐狸坚强点不要被吃掉 等着我去找到你 对于动物来说 冬天觅食更加困难 狐狸在冰天雪地中嗅到了地鼠的气味 可一只蛇蜊也嗅到了狐狸的气味 并对它发起了进攻 它们在森林展开了一场闪电般的追逐 谁跑得快 谁就能活下去 好在狐狸率先跑进了自己的洞穴 蛇蜊却因洞口太小 只能放弃这道嘴边的猎物 虽然春天就快到了 我仍旧为我的狐狸担心 因为这片区域正在展开猎狐计划 它们用毒药 陷阱 猎枪 各种手段来猎杀它们 只是我不知道 在森林中 那只狐狸的配偶 就因为吃了带有毒药的食物死掉了 我的狐狸误咽着 想要唤醒同伴 一把猎枪却悄悄对准了它 随着一声枪响 狐狸脚信逃过一劫 然后迅速回到洞内躲了起来 两个月后 我的脚终于痊愈 立刻来到森林 重新寻找我的狐狸 最终在一个树桩内找到了它 我的小狐狸居然还生了一窝宝宝 我很开心 一直守在洞口 希望它能出来和我见面 我等了很久 直到下雨它都没有出来 可等我一走 它就立刻搬家转移了自己的洞穴 第二天 我带了一把梯子 狐狸带着孩子也跑不远 我决定坐在树上盯梢 不久后 我发现一只刺猬在偷吃我的三明治 既然三明治可以引来刺猬 或许对狐狸也奏效 我把面包掰碎铺成一条线 办法居然奏效了 小狐狸还和馋嘴的刺猬争夺食物 真的是太逗了 虽然狐狸还是不让我靠近 但这是个好的开始 每天傍晚下课 我都到那棵树旁等它 下雨也不例外 一段时间后 有了大进展 它已经不会再看见我就跑 能够让我远远地跟着 在追逐狐狸的过程中 我还意外看见了一只 很多年没人见过的 爱闹脾气的山雄 再有一段时间 我可以慢慢靠近 但绝不能摸它 为了更近一点 我把鸡腿拴在绳子上 想将它一点点引到面前 可我的小伎俩仿佛被它识破 它拽着绳子 飞快地跑起来 带着我开始了丛林冒险 这只狐狸把我带到了 大人禁止进入的巨石岩 然后就跳到了悬崖对面 我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 这条宽大的岩缝下面 就是湍结的河流 只要胆子大 什么都不怕 我奋力一跃 顺利跳到了悬崖的另一边 我发现这里居然别有洞天 丛林下藏着一片丝绸般的瀑布 水塔先生在游泳 越过一桩独木桥 还发现了青蛙王国 这些游泳健将 灵活地躲避着我们的追逐 狐狸也爱生气 他抓青蛙不小心掉进水里 被我嘲笑了一声 就独自窝在一边不理我 这么爱生气的小狐狸 就给他起个名字 叫小都 爱嘟嘴的小都 狐狸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 一喊 立马就回应了我 小都将我带到了一处 又深又暗的岩洞内 这里长满了石笋 看着从洞口流进来的水 我才知道外面下雨了 小都是我带进来躲雨的 我们越走越深 小都却突然消失不见 这时 我终于开始感到害怕恐惧 在曲折的洞内寻找出口时 竟一不小心从洞口摔了下去 漆黑的夜里 四周一片寂静 我什么都看不到 但能感受到 身边全是各种可怕的动物 龙猿 猫头鹰 野狼 它们发出各种诡异的叫声 我只能用火柴光和石头来驱赶 就在我吓到瑟瑟发抖时 月亮升了起来 皎洁的月光让我看清 周围只是一些石草性小动物 野狼也只是树枝的影子 甚至还有一头肥状的迷路 我终于放下心来 整着荧光黯然入睡 第二天一早当我醒来时 发现小都就睡在我的旁边 还将我散落在岩洞内的布包叼了回来 我慢慢伸手去抚摸它的额头 这次小都没有反抗 而是安静地享受 这时丛林响起了人类的呼唤 我彻夜未归 是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 小都听见声音赶紧离开 我也被禁足了一周 当我再次见到小都时 我们的关系已经急剧升温 他会兴奋地摇着尾巴 扑进我的怀中 享受久违的抚摸 我们一起在山间奔跑 在树枝上闲聊 但小都仍然时刻竖起耳朵 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竖起耳朵 静心倾听山间的每一种声音 可小都突然跑开了 当我再次找到他时 他正站在一处枝干上 躲避疫情野狼的围攻 我发现自己的包里只有一把小刀 肯定无法对付这么多只狼 眼看狼就要将树枝啃断 我不得不做出决定 走出来模仿枪声 拍烂油纸包 吸引狼群的注意力 小都也趁机从树上跳下逃走 我和狼群对峙着 我知道现在绝不能走 立刻大吼一声吓跑了狼群 自从将狐狸从狼口中救下 狐狸对女孩达到了完全的信任 第一次将她带到了自己的洞穴 小狐狸纷纷跑出洞穴亲近她 丝毫没有出见的恐惧和生疏 人与自然最和谐的一幕出现了 女孩在前面吹着哨子 狐狸带着三只幼崽跟在身后 他们从花丛中追逐打闹 突然一只鹰俯冲而下 女孩立刻将狐狸幼崽护在身下 逃过一劫 女孩和狐狸坐在悬崖边 下面那幢白色的房子 就是女孩的家 女孩希望狐狸有一天 可以去她家做客 女孩知道 她和狐狸已经建立了感情联系 他们每天都很期待见到对方 这天 女孩想和狐狸玩过家家 假装狐狸到她的家里做客 狐狸没有进去 女孩就在她的脖子上绑了一个项圈 用绳子拴住了她 感受到危险的狐狸立刻变得焦躁 咬断绳子跑开了 女孩有些生气 她想要把狐狸养在身边 因为她总是玩到一半就跑开 每次都只能等她自愿回来 本以为狐狸已经不再信任女孩 谁知第二天 狐狸就出现在她家门前 女孩想邀请狐狸进房间去玩 狐狸有些犹豫 不过还是出于信任跟她上了楼 防止狐狸跑出去 女孩关闭了房门 唯一的出口被堵死 狐狸开始变得恐惧不安 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寻找出口 女孩以为狐狸在跟她玩捉迷藏 谁知狐狸开始焦躁地上蹿下跳 直到彻底失去控制 朝着唯一明亮的窗户冲了出去 狐狸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脖子被鲜血浸满 女孩只能将她抱起来送到洞穴口 摸着她奄奄一息的身体 女孩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她再也不会强迫狐狸 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女孩解开狐狸脖子上的项圈 慢慢离开了 几个小狐狸仍然跟着她 想要跟她玩耍 这时女孩发现 狐狸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坡上 原来她没有死 只是昏迷过去 女孩慢慢走到狐狸的面前 想要伸手去抚摸她 但狐狸的眼睛中多了一丝警惕 然后慢慢走开了 这次女孩没有去追赶 她想她终于明白了爱的含义 狐狸一早就知道 人类不适合做朋友 所以才会见到人就跑 但他们互相的信仰 和在彼此身上花费的时间 换来了完全的信任 可是她混淆了爱和战友 之后她仍然会在树旁等待 但不会再想要把她拴在身边 如果狐狸想要见她 自然就会来 见不到见得到 都一样满足 只要知道狐狸就在森林中就好 人类的本性 就是训养对方后 不由地想要战友 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强加给对方所谓的爱 但其实爱一个人最重要的是 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爱他 爱不是理由 也不是特权 你自以为是的付出 也许正在将对方慢慢推远 我想让你来说 我会给你带来的那种 我会给你带来的那种 不应该会给你带来的呢 我会给你带来的那种